张柏芝工作就照曝光,带肚琪环引起热议,网友,带坏小女生。 说起娱乐圈中比较励志的女明星,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张柏芝,她演绎事业很坎坷。 而且爱情事业也很坎坷,但是张柏芝却相当的坚强。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,让自己的演绎事业再次回到了巅峰。 而且家庭也照顾得很好,她嫌妻两母的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。 可惜的是一组张柏芝的工作就照被曝光,她的人品再次受到了质疑。 9月15日,有一位娱乐博主在网上晒出了一组张柏芝的工作就照。 并配文张柏芝早期工作就照,穿挂博长裙,尽显好身材,气质优雅。 气场强打,就是肚脐上挂项链就有点看不懂了。 拉低了高级感啊,感觉一颗老鼠使坏了一勾汤啊。 这一组张柏芝的工作就照火了,阅读量超过了520万。 张柏芝带肚脐缓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。 从该娱乐博主晒出的这一组张柏芝的工作就照来看,这应该是一组张柏芝出席活动的就照。 出席活动对于明星来说是一种很常见的工作。 这一组照片也确实算得上是张柏芝的工作就照了。 照片中张柏芝的穿衣搭配和奇致状态都挺养眼的,让人眼前一亮。 张柏芝穿着一件黑色的挂脖长裙,这件挂脖长裙的剪裁很显身材,不仅多处采用了镂空设计。 而且裙刹叶开得挺高,正如该娱乐博主所说。 张柏芝的穿衣搭配尽显好身材,在装饰品这一块。 张柏芝也拿捏得很到位,她佩戴了肚脐环,提升了她抓眼球的能力。 这一组张柏芝的工作就照曝光以后,她的肚脐环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。 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,只有我留意到她佩戴了肚脐环。 太会完了,光着人,我能理解,大庭广众之下。 就难以恭位了,还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。 肚脐环啊,不太合适吧,待会小女生歪。 张柏芝佩戴肚脐环,不仅被指台会完,而且还被指戴坏小女生。 不可否认,这一组工作就照得张柏芝确实佩戴了肚脐环,不过。 就凭借这一个点就给张柏芝扣上一个戴坏小女生的帽子。 似乎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吧,每个人都有选择穿衣搭配的权利。 既然有肚脐环这个东西的存在,那肯定有一些人是可以接受这种文化的。 我觉得张柏芝并没有带坏小女生,你们觉得呢? 说起娱乐圈中比较励志的女明星,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张柏芝,她演绎事业很坎坷。 而且爱情事业也很坎坷,但是张柏芝却相当的坚强。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,让自己的演绎事业再次回到了巅峰。 而且家庭也照顾得很好,她嫌妻两母的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。 可惜的是一组张柏芝的工作就照被曝光,她的人品再次受到了质疑。 9月15日,有一位娱乐博主在网上晒出了一组张柏芝的工作就照。 并配文张柏芝早期工作就照,穿挂博长裙,尽显好身材,气质优雅。 气场强打,就是肚脐上挂项链就有点看不动了。 拉低了高级感啊,感觉一颗老鼠使坏了一勾汤啊。 这一组张柏芝的工作就照火了,阅读量超过了520万。 张柏芝带肚奇环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。 从该娱乐博主晒出的这一组张柏芝的工作就照来看,这应该是一组张柏芝出席活动的就照。 出席活动对于明星来说是一种很常见的工作。 这一组照片也确实算得上是张柏芝的工作就照了。 照片中张柏芝的穿衣搭配和奇致状态都挺养眼的,让人眼前一亮。 张柏芝穿着一件黑色的挂脖长裙,这件挂脖长裙的剪裁很显身材,不仅多处采用了镂空设计。 而且裙刹叶开得挺高,正如该娱乐博主所说。 张柏芝的穿衣搭配尽显好身材,在装饰品这一块。 张柏芝也拿捏得很到位,她佩戴了肚脐环,提升了她抓眼球的能力。 这一组张柏芝的工作就照曝光以后,她的肚脐环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。 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,只有我留意到她佩戴了肚脐环。 开会完了,光着人,我能理解,大庭广众之下。 就难以恭位了,还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。 肚脐环啊,不太合适吧,待会小女生啊。 张柏芝配戴肚脐环,不仅被指台会完,而且还被指戴坏小女生。 不可否认,这一组工作就照得张柏芝确实佩戴了肚脐环,不过。 就凭借这一个点就给张柏芝扣上一个戴坏小女生的帽子。 似乎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吧,每个人都有选择穿衣搭配的权利。 既然有肚脐环这个东西的存在,那肯定有一些人是可以接受这种文化的。 我觉得张柏芝并没有带坏小女生,你们觉得呢? 说起娱乐圈中比较励志的女明星,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张柏芝,她演绎事业很坎坷。 而且爱情事业也很坎坷,但是张柏芝却相当的坚强。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,让自己的演绎事业再次回到了巅峰。 而且家庭也照顾得很好,她嫌妻两母的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。 可惜的是一组张柏芝的工作旧照被曝光,她的人品再次受到了质疑。 9月15日,有一位娱乐博主在网上晒出了一组张柏芝的工作旧照。 并配文张柏芝早期工作旧照,穿挂博长裙,尽显好身材,气质优雅。 气场强打,就是肚脐上挂项链就有点看不懂了。 拉低了高级感啊,感觉一颗老鼠使坏了一勾汤啊。 这一组张柏芝的工作就照火了,阅读量超过了520万。 张柏芝带肚奇缓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。 从该娱乐博主晒出的这一组张柏芝的工作旧照来看,这应该是一组张柏芝出席活动的旧照。 出席活动对于明星来说是一种很常见的工作。 这一组照片也确实算得上是张柏芝的工作旧照了。 照片中张柏芝的穿衣搭配和细致状态都挺养眼的,让人眼前一亮。 张柏芝穿着一件黑色的挂脖长裙,这件挂脖长裙的剪裁很显身材,不仅多处采用了镂空设计。 而且裙刹叶开得挺高,正如该娱乐博主所说。 张柏芝的穿衣搭配尽显好身材,在装饰品这一块。 张柏芝也拿捏得很到位,她佩戴了肚脐环,提升了她抓眼球的能力。 这一组张柏芝的工作就照曝光以后,她的肚脐环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。 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,只有我留意到她佩戴了肚脐环。 胎会完了,光着人,我能理解,大庭广众之下。 就难以恭维了,还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。 肚脐环啊,不太合适吧,带坏小女生啊。 张柏芝佩戴肚脐环,不仅被指太会完,而且还被指戴坏小女生。 不可否认,这一组工作就照得张柏芝确实佩戴了肚脐环,不过。 就凭借这一个点就给张柏芝扣上一个带坏小女生的帽子。 似乎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吧,每个人都有选择穿衣搭配的权利。 既然有肚脐环这个东西的存在,那肯定有一些人是可以接受这种文化的。 我觉得张柏芝并没有带坏小女生,你们觉得呢? 观看量有点不错的地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